在古巴爆发大规模要求结束共产独裁的抗议之后 古巴当局被指可能采用了中共的系统技术 包括华为和中心的设备来控制、封锁互联网 以切断古巴公民的对外联系 隐瞒该共产政权的镇压行动 上周日 数以千计的古巴公民走上街头 要求获得更大的自由 并结束共产主义独裁统治 在该国经济状况因大流行而恶化的情况下 他们对持续的粮食要凭短缺做出抗议 但批公民走上街头的抗议后 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服务 都已在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遭到封锁 在首都哈瓦那街头 古巴当局也出动警察镇压 逮捕多名示威民众 据美联社报道 这次的抗议活动没有主要发起人 民众基于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公布集结点 也通过社交平台直播 因此古巴当局随即于周日下午起 关闭了一些城市的互联网服务 以防止人们直播抗议活动 全球互联网审查监督机构 网络干扰开放观察台周一晚间报告 在抗议活动中 古巴已开始封锁WhatsApp、Telegram和Synon等应用程序 在古巴 互联网一直受到限制 而且价格傲贵 共产党政权在2017年宣布 它将逐渐扩大家庭互联网服务 2018年12月 古巴民众通过国有电信公司HXA 获得了全面的行动网络服务 然而 由于该国营公司是古巴唯一一家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企业 古巴政府可轻易控制互联网 事实上 这已不是古巴共产政权第一次断网 从2019年起 民众常靠着社交媒体发起小规模抗议 当局定期断网并关闭社交媒体 自由之家将古巴的互联网自由度评为不自由 并在100分钟给它打了22分 此前 许多团体皆认为 在古巴的网络审查 封锁行动中 使用的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技术 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在2020年12月的报告中说 Atexa的主要技术供应商是三家中国公司 华为 普联技术和中兴通讯 OONI在2017年的报告中说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被发现在支持古巴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被封锁网站的服务器指向华为设备 该报告说 虽然很明显 古巴正使用华为的桥接器 但仍不清楚 该公司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真正在该国实施了互联网审查 OONI还表示 它发现古巴的Wi-Fi接入门户 使用了中文代码 并指出古巴国由Atexa的登陆门户 在其原代码中有中文评论 报告表示 正表明Atexa很可能雇用了中国开发人员 来管理该门户网站 报告进一步指出 由于华为Atexa设备 拥有包含VR-R2C00-IAE-1.0的标头或指纹 古巴可能使用了华为的网络监管系统 瑞典非政府组织 Chrome Media Foundation 在2020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 也指出了这一点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